接下來歡迎 郭忠祐和杜忻恬 歡迎 好 謝謝,你好 目前來講的話 瓜哥好,阿廷年富凱 應該是忠祐會比較緊張一點 對 所以這一戰非常重要 這一首歌也非常重要 對 那這一首歌是 蕭煌琦老師的 阿嬤的歌 為什麼會想選這一首 高難度的歌曲 因為我其實以前有一段時間 是給阿嬤照顧的 對,然後我想說 我爸爸的歌也唱過 媽媽的歌也唱過 我想說送一首歌給阿嬤 對 你還滿順的 這個好孩子好不好 那我們一起來欣賞這首 阿嬤的歌 用不但他的唱歌跟最好的事情 都會好好 他也節令你長得 帶我情給 為傻看人家脱我 有這兒看人家出果 看人家辦公 sagen 看人在味蜥蜥 他常常跟我們鼓 叫我們就要好好讀書 不討大像你們老表現 女兒龍背 在那個時候我們都聽不懂 阿嬤你到底是在說什麼 阿嬤阿嬤阿嬤的月 我的腳永遠永遠放在心肝 想到一步一步的過去 永遠都會讓人真人無 時間一分一秒滴過去 在軍內心內 疼疼隆也想到一步 阿嬤你今晚在那裡 軍隊教你你感受聽到 軍內心跟軍內心說你感受看到 軍隊教你你知道嗎 阿嬤阿你今晚過了好嗎 敢有人定跟你照顧 希望後來 希望後世人潤孤會等來讓你聽 做你永遠的孫子 阿嬤阿嬤阿嬤 阿嬤阿嬤 你的眼角有淚是不是 有點紅紅 滿深情的 對 心田 其實每次很期待他會開什麼歌 真的 因為他每首歌都是在91分以上 最高分92.5 這不得了 今天要帶來的歌曲是 因為最近就是發生了滿多 令人難過的社會案件 對,所以我今天要帶來一首 比較充滿愛一點的歌曲 帶來一首阿嬤的報警一點 大家一起來欣賞 愛的地貌 就不會發 愛能滴落飛光 愛能滴落飛光 拋一滴騙蝙瘋狂 讓你的頭 Rogan 葵的故事 只有肩膀 讓你的愛 我們抱著你的愛 爱就会多一点 时间是一条线 我们在中间 我们靠近一点 心就贴近一点 快乐不要忍 需要你不疲倦 我们保重一点 爱就会多一点 时间是一条线 我们在中间 我们抱紧一点 爱要抱紧一点 学会不抱怨 是爱的如常见 学会不抱怨 是爱的如常见 对 保紧 一招 你快乐 爱 抱紧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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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R&B的味道 又被他電了好幾次 真的 每次他唱歌都是真的是 一直好... 提提提歌 一直被電了 怎麼了 我一直懷疑 是不是麥克風漏電 真的是太會唱了 對啊 來,趕快請評審來講評 我們請到徐靖淳老師 老師,請 好,忠祐 你剛剛自己唱完以後 有一點點自己知道 好像有一點點地方 不知道怎麼了 那其實我覺得 你今天在前面的 整個A段 真的表現得非常好 因為你的聲音的音色 跟你人的感覺很單純 又很誠懇的那個口氣 跟你的年齡 非常非常的吻合 然後你的音色 天生很好聽 所以整個前面呢 讓我們感動 非常的有說服力 那到了這個B段的時候 其實呢 我覺得你的第一次的B 一聽聽跟我講 從那裡開始 我發現呢 其實你要開始 做一個新的練習 也就是說你在樂句上來講 你現在不太會處理 句子的尾 最後的那個字 那個意思就落掉 落掉落掉 你會處理前面 整個句子裡面 前面的感情 可是最後的那兩個字 一個字 你就失焦了 好,每一句都 大概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那到了最後一遍副歌的時候 我覺得這邊呢 其實有一點點要跟你討論的 因為你是想要送給阿嬤 對不對 對 但是黃奇他在寫跟在唱的時候 是阿嬤沒在的 但你唱給在嘉義的阿嬤的時候 那個味道跟感覺應該要重新的思考 這個歌跟你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就是你慢慢一步一步誠懇的學習 你會很好 加油 謝謝老師 忻恬 這首歌呢 我覺得你是選了一首適合你的歌 然後呢 我覺得 你還沒準備好 因為這首歌 它是要有感染力的 其實這個歌很短 字也很少 你一開始就要把你這首歌 抱緊一點是什麼 熱情的耶 你一開始好像 就是很小聲這樣子唱 其實是可以嘴巴張開的 是 黑人是比較這樣的 或是 那你是 這首歌你一定要有感染力 否則它不太純粒 唱得好 但是少了那個味道 好,繼續加油 謝謝老師 徐忠祐老師,請 忠祐群的這樣的歌 這個歌型其實我覺得 在某些力量上面 我其實還滿喜歡 其實在副歌的位置 你也有去對一個長輩 做一個 就是得呼喚的意思 至少你這個優點上 你有做到滿好的 然後我也還滿喜歡 你說 有幾個劇段落裡面 是唱得出來 那個角色扮演得不錯 你也有去 你也有去 然後我都聽不懂 你也有去 阿嬤 你到底是在說什麼話 大了 大了 叙述里面没有太多的情感 应该是在讲话 还有角色 比如说你在讲说 阿嬷带你去踢球啊 这种东西 其实这里面很多的问题都在于说 你是扮演阿嬷的角色 用阿嬷角色来说这件事情 所以你要呈现出说 这个角色里面 小孩子在看大人在说我的时候 大人会怎样 通常还是会建议你们 其实唱歌 对歌词的叙述力跟了解性 一定要很注重 尤其现在比赛不是在比 大家唱得多么的挑剔 而是在唱歌有没有很自我 所以这几天小戏方 希望你注意一下好吗 加油 欣恬唱这个歌 其实端是有点 燃掉它其实会有固定的角色 所以它有固定的音阶在做的 所以像前面这种自由派的东西 或是那些 比较你想要做的那些 一些延伸的技巧 是很重要的 你的声线好处在哪 好处你有用自己的方式 去表现这首歌的灵魂 这首歌有在你的里面 有做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做得很好 那有些小地方是什么地方不同呢 主要是说 前面那些自由派 有点太刻意了 像这种自由派 其实是 不会是刻意去唱 你稍微有点点 想要把它雕琢的完美 听的人会觉得 它的自由感就不够 还有就是在副歌 时间是一条线 一在最高音的位置上 非常难唱 我常常讲一 放到这个 时间是一 一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舌头不能往后伸 通常在这条线的时候 你是自要唱模糊的 时间是一 舌头要往前弹 这样听起来就不会听好像真假有点上不去 那个位置你要注意 最对于这个蓝调音乐 你一定要好好再练一下 因为这种东西其实练得好 是非常非常棒 但是我还是非常称赞你 其实在歌曲的诠释面 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这很不错 继续加油 谢谢老师 好 首先来看郭忠祐的分数 老师 请给分 85 86 87 88 89 90 点 一 二 三 四 90 90 四 分 老师平均分数 18 1 分 接下来看杜忻恬的分数 老师 请给分 85 86 87 88 89 90 91 点 一 二 91 2 分 老师平均分数 18 2 杜忻恬还是一样 都维持在91分以上 是 忠祐虎虽然今天有小小的闪失 但是还是有在90分以上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其实HOLD大帝也要做单 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呢 就是他们都曾经是冠军 对 他们要追求冠军中的冠军 冠军 所以说这个是 这个厮杀是非常的激烈 没错 不到最后 真的不知道入死谁手 真的 但是在下下礼拜 我们就会知道了 就会知道 结果如何 我们现在这个总积分已经出来了 是 这七位的第七名的分数 目前是 冰退均 539.3分 第六名是 第五名是 陈怡婷 540.2分 第四名是 接下來第三名是 郭忠祐 542分 才赢曾伟宗一分啊 好 就最后这个门票 很接近耶 非常接近 就差一分而已 对 就差了6.6 是 那第二名是 陈怡婷 545.9分 第一名就是 郭忠祐 550.2分 太棒了 好厲害 一、二、三名 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下下周的总决赛 是 来PK 可是到了下下周 他们的分数都归零 重新洗牌 重新洗牌 重新来拼 看谁能够成为真正的冠军 太刺激了 刺不刺激 一定要準时收看 他有看头了 其实我也很紧张 到底谁会冠军 你看 陳吉然目前这个状态 非常好 已经去游了 你看老师说 他今天唱歌非常的诚恳 诚恳 他只要诚恳面拿出来 我跟你说 杜忻恬也会怕 杜忻恬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能跳 然后能唱台语歌 又能唱国语歌 什么曲風他都很OK 但是你千万不要小看郭忠祐 他只要不要恍神的话 对 我告诉你 恐怖 是嘛 这三位的实力真的相当 对不对 太厉害了 分数都很接近 真的 所以各位观众 敬请期待 下次的好大力量来 沒錯 总冠军赛哦 不要锁定哦 好,接下来马上进行 观众PK特别企划